哈囉 大家好 我是信 今天鋼彈人物談呢 來到了Double O系列的第二集 我一直在想第二集是不是應該做洛克昂 對很多人來講 第二個鋼彈尖兵就應該要介紹到洛克昂對吧 但是我不這麼認為 事實上洛克昂的位置比較像剎那他們的老師 第二個值得這樣子去解析的成長型角色呢 我個人認為是 提耶利亞二德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提耶利亞二德這個角色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掌握最新的鋼彈人物談 提耶利亞二德是天上人的其中一位鋼彈尖兵 他跟其他鋼彈尖兵不太一樣 事實上只有他並不是真正的人類 一開始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的真實身份是變革體 在天上人的創始者原本的計畫裡面 變革體是要協助人類達到 進化成變革者的一個輔助的角色 那一開始他並不知道自己不是人類喔 不過第一季的他常常會講一些話 像是喔原來這就是人類啊 人類原來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有點矛盾 可能他只是在讚嘆人類的 嗯 美好吧 先聊聊第一季的他 他在第一季裡面呢算是 謎團比較多的人喔 跟李鵬茲差不多 都算是很少提到過去的角色 那在第一季的提耶利亞呢 一開始就有比其他三位鋼彈尖兵更高一階的階級 所以他可以連線到審判系統 可以管理這些鋼彈的行動 跟廢陀的直接連結 廢陀是天上人組織的量子電腦 他可以推算出做哪些行動會比較利於天上人的根絕戰爭計畫執行 是伊歐利亞最大的遺產 基本上掌控這台量子電腦的人 就等於這個世界的神 而提耶利亞又是特別盲信這台電腦的 他有點像蘋果粉一樣 廢陀粉 3C達人提耶利亞 故事的初期 提耶利亞非常不喜歡人類 非常不喜歡自己以外的人類 他只相信廢陀 只相信這台電腦 然後他會把組織所有命令 當作聖職去執行 做不到的他就覺得該死 甚至連自己 他只要有一點點失誤 他也會覺得 哇靠我真是該死到不行 他雖然對別人很嚴厲 對自己也很嚴厲 故事中間有一段 他不小心在 非必要場合 露現了他的 得天使鋼彈的內部是中性鋼彈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一個爆哭 哭包啦 就像我上一支人物談裡面提到的一樣 他在見到了自己不知道的 做天使的登場之後 開始有了很強大的動搖 他想要藉由廢陀去了解 這三台鋼彈的來歷的時候 居然被廢陀 切斷跟廢陀之間的連結 讓他非常動搖 甚至在戰鬥的中間 廢陀直接切斷 天上人兼兵的四台鋼彈的連結 害得他們全部都動不了 這讓他非常動搖 甚至害洛克昂為了保護他 失去了一隻眼睛 但是同時這也是一個機會 讓提耶利亞覺得 應該要正眼看人類 然後不要再依賴廢陀活下去 那在後來的劇情 他非常依賴洛克昂 讓很多婦女開心 覺得洛克昂、提耶利亞這個VP 不可逆 可能有人覺得 叉娜跟洛克昂比較配什麼的 我不知道 但乖啦 不要吵這個 雖然他開始對人類產生了好感 也對洛克昂充滿歸欠 因為洛克昂保護了他嘛 但是也在沒多久之後 洛克昂戰死了 他是為了要幫洛克昂報仇的 提耶利亞在最終決戰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表現 他開著他的中性鋼彈出擊 那到最後是跟 兩千勝的可樂沙瓦軍對決 我覺得這個對戰如何怪怪的 每一個人都打到自己宿命的對手 比如說 刹那對格拉罕 阿雷路亞對 瑪莉 洛克昂對沙謝斯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提耶利亞宿命的對決 會是跟可樂呢 這個這個這個就 而且還被可樂擊罪 欸 真 真他媽丟臉啊 那大家也是知道的 天上人被摧毀 那提耶利亞在這後來的四年之間 非常努力嘗試要 再建組織 所以就來到了第二季 第二季的提耶利亞的機器 變成了赤天使鋼彈 那在第二季的提耶利亞跟刹那一樣 有非常大的改變 如果說刹那變得比較有 領導性的話 那提耶利亞就是從 無情的機械變成了 非常有情感的人類 有時候他講話比較溫吞 不太懂講話 但是在第二季的他非常懂得照顧隊友 替他們著想 那在故事的中間 他遇到了跟他一樣是 基因配列組 0988的變革體 Regener Regetta之後 知道自己原來不是人類 但他從來沒有猶豫要不要跟同胞作對這件事喔 他其實心裡 向往幫助人類 他的心裡可求的是幫助天上人 打倒阿洛子 還他們一個公道 並且繼續進行光頭的根絕戰爭的計畫 在第二季故事的最後呢 提耶利亞成功潛進李鵬茲的戰艦 雖然被李鵬茲射殺了 但剛好在那個時候 刹那啟動了 Toranzamu Basto 全身爆發系統 因為這個關係 李鵬茲對廢頭的掌握有 產生了一瞬間的空檔 提耶利亞便趁機奪取了廢頭 啟動他的審判系統 關掉了所有不是天上人陣營的鋼彈 基本上為這場戰爭劃下的據點 其實李鵬茲在那個瞬間開始 大概也就輸了 所以第二季的提耶利亞呢 比起第一季的最終決戰 沒有什麼表現 嗯 第二季的他 說他是刹那以外的MVP 比都沒有問題 因為事實上 天上人真的差點被搞到滅團 拯救大家的人就是提耶利亞 那跟廢頭融合之後的 提耶利亞呢 得到了最高的廢頭指揮權 那幾乎等同於 歐歐世界觀的神喔 最後他跟天上人所有的同胞告別 決定要跟著廢頭一起守護人類 所以說 我們可以看到 提耶利亞從第一季到第二季之間的轉變 也是非常大的 無情人血看不起人類 到喜歡人類愛護人類 到最後 要默默守護人類 他的成長 比起刹那 真的是有過 真的無不及 接下來 領導人類一起走向未來的這個使命之後的 提耶利亞呢 在電影版 Awakening of the Trebladeser 先驅者的覺醒裡面呢 也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刹那雖然成功的啟動了量子領域 跟Else交流 但是沒有提耶利亞的輔助 這件事情根本就做不到 因為要達到跟Else理解 必須要有辦法接收到 Else的意識 跟大量的資訊 這對人腦來說是非常大的負擔 那被當作電子妖精裝在 Double OQ的 提耶利亞呢 他的工作就是把這些資料 用廢陀 分散負擔 幫忙計算 接收這些資訊 所以 能達成跟Else的和解 只有剩那一個人 是絕對做不到的 提耶利亞在這件事情上 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而這一切雖然沒有名將 但是提耶利亞 的確是最成功的 所希望出現的 可以令到人類 走向正途的 變革體 那在達成了對話之後 跟剎那一起到了 Else母星之後的提耶利亞 他的任務並不只有停在 跟Else對話 因為提耶利亞跟剎那一樣 不會老也不會死了 所以接下來提耶利亞 也會 跟以往一樣 不斷的 守護人類 直到未來 提耶利亞的故事 講到這邊就算到了一個段落 但是呢 大家一定會覺得 哦 那提耶利亞 對我們來講 還是有很多謎題啊 還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沒錯 我這一集想要講的一個 很大的重點就是 提耶利亞不為人知的秘密 大家應該都知道 提耶利亞是變革體 他沒有性別 也就是說 他沒有XXX 同時也不會有XXX 更沒有XXX 對吧 但是呢 回到最一開始的設定 提耶利亞呢 在 Double O開始播放之前 其實是有設定性別的哦 提耶利亞原本的設定就是 女孩子 沒錯 就是 女孩子 在原本的初期設定 提耶利亞是一個 半成男裝的女孩子 呃 嗯 也是啊 在Double O推出的那個 風氣來講 這種設定還蠻受歡迎的 也就是說呢 第二季的提耶利亞 中間不是曾經女裝過一次嗎 那個呢 其實才是提耶利亞 原本應該要是的樣子 好啦 經過今天的影片 大家有沒有對提耶利亞 有更多的認識跟了解呢 除了 他的鋼彈很奇怪 還是胖子 還有他的鋼彈很多機關 以外呢 是不是有更多的見解呢 那你喜歡提耶利亞嗎 還是你對提耶利亞有什麼想法 跟看法 甚至對他原本的性別 居然沒有沿用 真的很可惜 啊 這些 你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跟我討論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好啦 那今天提耶利亞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 可能會有人覺得 我不是已經做結尾了嗎 為什麼我還要再做一次結尾喔 我有一些話 想要對最近的觀眾講 其中包含一些感謝的話 沒錯 我非常感謝一直支持我的朋友 從基拉那支影片看到現在 提耶利亞的這支影片 我非常感激你們 沒有你們 我不可能還可以做這麼開心 分享我的想法 有一些開心的要跟大家講 也有一些比較沉重的要跟大家講 那開心的嘛 當然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非常感謝你們 我接下來會繼續努力 大家可以期待五月 我到底會做出 怎樣的鋼彈人物坦 那會是一個變化球 我自己也很期待五月份的鋼彈人物坦 不過有一個東西 我還是很想跟大家講 我真的沒有想過有很多人覺得 基拉綠別人他沒有問題耶 因為 很多人會留言說 那不叫綠 你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有人這樣對你投懷送抱 你很難抵抗吧 什麼的 我還真不這麼覺得 我覺得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 如果你覺得你壓力很大 然後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甚至你接受這樣子壓力大的人 就可以綠別人的話 麻煩你把你女朋友的電話給我 我壓力大的時候會去聯絡他 那還有一些留言我覺得很好玩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我根本就很少去 跟反對我的人吵架 或者是對開什麼的 我不會 為什麼我不要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鋼彈的設定非常多 我講了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很久以前的鋼彈的電影版 有一個畫面是這樣子的 在一個壕溝裡面 兩台薩克在一起 隊長機薩克 把普通型的薩克推往外面 然後這個隊長薩克 就被一個榴彈打死了 好這段畫面大家怎麼看呢 事實上 剛開始推出的時候 鋼彈的設定集是寫說 這個隊長希望他的 手下逃跑 活命 然後自己被炸死 是一個非常感人的畫面 可是 卻有另一邊的設定 寫到說 壕溝裡面位置不夠 只能容下一台機體 他把自己的手下推出去 自己想活命 然後被炸死 一個畫面 兩個說法 是的 鋼彈史上有非常多這種情況 我能理解很多人會說 命運計畫這個東西是相衝突的 說我把黑說成白 那我也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本來就資料有很多 我手上的 這些救出的訪談 講得很清楚 不是我瞎掰 激壓他們人格有問題 甚至偏離的正義什麼的 這些東西 導演自己曾經都說過 如果你有意見 你去找導演 那你有意見想要跟我講 歡迎來我的粉專 私訊我 討論 我不會對你發脾氣 也不可能對你言語攻擊 不會理性跟你討論 而不是 去騷擾我的朋友 沒錯 我有幾個YouTuber朋友 在我影片下方留言的時候 被 某一些 講白了就是 寶皇黨 或雞拉粉 去騷擾 你們知道嗎 我很少在影片 或者是我的粉專 甚至我的YouTube頻道 講這件事情 但是 已經有很多寶皇黨 跑去騷擾我的朋友 那他們這些人 都算是蠻知名的YouTuber 他們只是看了我的影片 覺得我講的話 非常有道理 或者是 認同我的想法 那我可以請問你們 這些騷擾他們的 優質觀眾 一個問題嗎 影片是他們拍的嗎 話是他們講的嗎 我覺得不是耶 是我 所以你去騷擾他們 是不是搞錯什麼了 你們這樣子去騷擾說什麼 你認同這說法 我覺得 非常難過 非常失望 你不覺得 有問題 找我 不要去騷擾我朋友 好啦 那這個結尾 就還是補到這邊就好了 再這樣講下去 真的太長了 還是很感謝 一直看我剛才人物 談到現在的朋友喔 接下來我會一直提供 更多 有趣的人物 給大家認識 好啦 大門大他爸 東方不敗 我知道 我知道 沒問題的 那我還是在這邊 跟大家呈上 最大的感謝 感謝你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聽我說 有時候 今天 我們再次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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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